轻轻挥手间 背影一走远 爱走我的思念 碎碎又念念 青山里两旁 白云为旁 拖动我的心血 一遍又一遍 遇上你是我的缘 无容处谁我也难遮面 跟着你只是我的缘 有了日月星辰为我别 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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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你是我的圆 不容出水我也难遵面 跟着你是我的圆 要来日月星辰为我变 爱上你是我的脸 风风雨雨我们手向前 跟着你是我的圆 天涯海角像满到永远 一生你是我的圆 不容出水我也难遵面 跟着你是我的圆 要来日月星辰为我变 从今以后 李靖便是我大唐旗下的将军 其所属官兵都要听其将令 奋勇杀敌勇往之前 讨论有人胆敢违抗将令 一律依军阀处置 二等可曾听令 遵命 李将军 殿下 是 李靖 承蒙我大唐皇上圣恩 秦王殿下登台败将 备己尊荣 我李靖将洁尽忠心 为我大唐奉献毕生兴力 鞠躬静瘁 此而后宜 若有违背誓言 神人共欺 敬祭祭祝贺 圣者有赏 真的没想到 康主 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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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圣奉一番 后仗领赏 是 殿下 我也得向李将军祝贺 末将也想找人较量一番 好 但不知御史将军要与何人较计 就请今日的贵宾张庄主辞教 不知庄主是否肯赏脸 殿下恕罪 在下不过是个生意人 怎会懂得比武教计呢 庄主太客气了 据平通所知 庄主精通武艺不说 而且有过人之能 这比武庆贺一事 乃是军中的规矩 庄主据不肯比 是不是看不起御史将军 或是李靖将军 或者根本上庄主对我家殿下 甚至于当今皇上都看不在眼里吗 林先生 我家庄主绝无此意 还请不要误会 殿下 张庄主并非不肯与御史将军比武 实在是因为重伤在身 甚至不如常人 一旦动武 伤身是小 害命是大 红福可为庄主作证 是红福亲手替大哥师真医治的 半年之内绝不可动武 否则 的确有性命之忧 闹了半天 张庄主不过是个空壳子 害得我手痒了半天 却连个对手都没有 御史将军 休要着急 林兵陪你走几招 好男不跟女斗 我们两个比赤 不是我在欺负你吗 御史将军严重了 这不过是比武祝贺 又不是生死相搏 纵使小女败在将军手中 也只能怪她自己学艺不精 倘若将军一再推托 老朽实在不知 将军是看不起小女呢 一会是怕败下阵来 怕众人笑话 下不了台 你说什么 好 这是你自己找的 捧了伤害我的陛下 可别怪我 御史将军 手下留刑 陛下放心 末将还舍不得伤这位姑娘呢 丫头 该亮出你的兵器了 不急 该亮的时候自然会亮 请吧 你怎么不出手啊 我一出手 你就输了 好狂傲的丫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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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师将军 难道你还要丢人现眼吗 丫头 市委丧狂 请求来回你 秦将军且办 今日乃是比武祝贺 来者是客 是 丁二 退下 是 比武祝贺 到此结束 公宋殿下回府 公宋殿下回府 平先生 殿下 你们想出来的好计策 结果不但没有给别人压力 反而让自己人丢脸 弄得士气低落 殿下 临兵一时失守 还请殿下不要怪罪于他 不关他的事 是他们自取其辱 李将军 臣在 你与那张仲坚交往甚久 那洪福姑娘又是他的义妹 你可知道 他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回殿下 据李静所知 那张仲坚的确是四海钱庄的主人 至于还有什么别种身份 李静就不知晓了 好 你先退下休息吧 是 尔等立即加派人手 务必查出那张仲坚的来龙去脉 是 你说今日之约 玉池将军挑战 都是他们预行安排好的 不错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听他们的说法 是想在庄主面前展现他们的实力 谁知弄巧成拙 反而是他们自己遭到了羞辱 难道 他们真的想不利于大哥吗 如今看来 的确有这个可能 方才殿下还一再追问庄主的背景和身份 我就以钱庄庄主搪塞过去 不过以我看来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调查清楚的 如果真是这样 大哥他们要事先有所警惕才好 我这就去通知他们 哎 好险 要不是冰儿出手击败了玉池公 他们还不肯罢手呢 陛下有伤在身不能动手 但若真的就此罢手 势必烙人化兵 成为永难磨灭的耻辱 而冰儿这一出手 反而让他们成了笑柄了 那秦琼想要上场挑战 陛下为何阻拦呢 不错 我也知道 放眼唐营 没有一个武将是你的对手 可是就算将他们一一击败又如何呢 除了增加彼此的仇恨之外 却无半点好处 所谓得饶人处且饶人 彼此也留点颜面 洪福姑娘到 洪福 请 大哥 诸位都好吧 一场危机总算化解了 没事 坐 大哥 当那玉池公挑战之时 洪福还真担心大哥应一时之机动物伤身呢 幸亏林姑娘挺身而出 冰儿李当出头 洪福 你匆匆而来 莫非又有什么急事啊 大哥 洪福是来警告你的 哦 出了什么事了 那秦王对大哥的身份颇为怀疑 再三向李公子追问 哦 李公子是如何回答的 李公子还是以钱庄主人身份回答 并未透露大哥的真实身份 哦 那就好 不过 据洪福看来 迟早会被他们查出大哥的真实身份 只怕到时候 呃 这也正是诚如担心的事情 如今李公子已被封为将军 李世面的为人陛下也已清楚 依老臣之见 陛下还是尽快违反新罗 以免横生枝节 洪福也是这么想 至少大哥战事离开太原 较为安全 不 我不会走的 为什么 那李世面与我 早在言谈话语之中交过手了 他知道我不是一般人 而他也会负责我的安全 陛下 那官礼比武之事 道 那并未涉及我的安危 他也无需顾虑 大哥的意思是 明知道李世面有所怀疑 还是要留在太原 正是 就算他知道我是新罗国王又如何 倘若不能容我 单凭官礼比武一事 便可以下令包围钱庄捉拿于我 此地毕竟是太原 倘若千军万马一起前来 冰儿又岂能将他们全部杀尽 所以我决定留下来 我确定对李世面不会看错 他绝对有容忍之量 甚至他明知大哥日后可能与他为敌 不错 这才是王者气度 帝王风范 还是查不出来他们的背景吧 是 该动员的人手都动员了 线索直到四海前庄 至于一霞山庄仍然没有人听说过 不可能 那张仲坚的实力如此雄厚 绝非泛泛之辈 岂会无人知晓 难道他们真的能隐秘到毫无踪迹可寻 殿下 平通也百思不得其解 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开谜团 什么办法 殿下何不派人把张仲坚抓来 跟随直接问个明白 岂不迎刃而解 不 我曾亲口承诺 在我太原境内 他的安危就是我的责任 所谓人无信而不利 倘若我如今把他抓来 岂不是违背了我的承诺 一个张仲坚事小 万一传扬出去 我今后如何再取信于人 这 再者 要抓到张仲坚起飞意识 单凭他身边那个灵兵 放眼太原 又有谁是他的对手呢 最重要的是 我要你追查他的身份背景 只是要防范于魏然 并没有不利于他的意图 若只是要为了查出身份 而出死下策 那又岂是我的本意 是 平通鲁莽了 嗯 张仲坚的身份要查 秦王府的名声也要顾 该如何拿捏 你自我斟酌 是 平通明白了 林总管 平先生 大驾光临 不知有何见交 总管 平先生是前来打听事情的 只是属下对一霞山庄所知有限 呃 所以 好了 我明白了 你先退下吧 是 平先生 前六告退 请便 平先生 这边请 请坐 平先生还在打听一霞山庄啊 不错 张庄主的身份来历 的确引人好奇 哈哈哈哈 没什么好奇怪的 老朽早就说过 庄主是生意人 来自东来的一霞山庄 只可惜 根本无人知晓 一霞山庄究竟在何处 老朽也曾说过 一霞山庄 不过是我家庄主隐居之处 外人自然无从得知 据平某人所知 四海千庄二十年前 在中原同时成立 如此大的手笔 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 庄主世代军事严商 范延致富却也不少见 中原历代以来 延军属官卖 怎么能令私人致富 东来地区并非中原 又岂只是官员而已 如此说来 张庄主并非我中原人士 端看庄主外形 平先生当有所知 若单看外形 那庄主非但非我族类 甚至于更不像个生意人 像与不像 由平先生自行揣测 至于是与不是 就与平先生无关了 既然在我太原境内 就与平某人有关 难道秦王所言 全是虚妄之言吗 若真如此 毕庄庄主 自会向秦王辞行 离开太原 林总管 平先生 林总管 果然言语犀礼 辩词无碍 不过 任你蛇灿莲花 平通自心中有数 你主仆绝非是普通人 更不是所谓的生意人 只要稍假时日 平通自会查个水落石处 清楚明白 届时 看你林总管有何话说 林承入 恭护平先生 再次立临 好 平通告辞 不送 朋友 进一步说话 有话就在这儿说 不 怎么 难道 在光天化日之下 你还想强压于我 我不会压你 我只会杀你 你是走还是死 好吧 请带路 尊家是何人 要见平通 有何钥匙 你是秦王府中人 不错 尊家是 带我去见李世民 你究竟是谁 竟敢直呼殿下名讳 别管我是谁 我有重要大事要见他 有什么事 可以先告诉平某人 你做得了主 平某人不敢自夸 大概凡事还能做点主 我说的大事 与张仲坚有关 你做得了主吗 尊家且说说看什么事 依我看 这件事你未必真能做主 还是带我去见李世民的好 尊家不表明身份 平通不敢引荐 哦 封了秦王 果然不同 想要见他一面 似乎 还真的不容易 殿下身份尊贵 的确不便随意接近生人 还请见谅 在你眼中 或许他尊贵无比 可是 对我而言 却未必见得 你究竟是谁 若不表明 不便引荐 就算要你的命 也不行 事关殿下安慰 平通拼死 也不能善待生人见价 尊家若是要杀 平通无话可说 没想到李世民果然与众不同 但凭手下的忠心一胆 就足见一斑 好 我不为难你 我老实告诉你吧 我来自东方海边新罗 你可曾听过 平通听过 毕姓张 明博海乃是新罗老王之地 当今新罗王术 原来是新罗王爷驾到 平通失礼之处 还请王爷恕罪 不知者不罪 本王不怪 多谢王爷不罪之恩 不知王爷与那张仲坚又有何干 张仲坚乃本王之旨 当今新罗国王 张仲坚乃是当今新罗国王 正是 果然不错 难怪他的气度风范 如此与众不同 殿下可知道 他前来中原 所为何来 还行海王爷明示 那张仲坚早有 主弩中原之意 如今前来 乃是看查军情民心 一旦准备妥当 便要发兵入侵 进军中原 他果然遭有预谋 海王爷将此事告知世民 目的何在 本王知道 中原迟早是大唐天下 殿下又是威名远步 故而特来提醒殿下 提防张仲坚 王爷亦是兴罗子民 泄露军阶与世民 岂非有通敌之险 这 本王是不想两国 清起战端 百姓徒遭战祸 这才千里迢迢前来禁言 倘若因此而消弭战争 也算是两国百姓之府 海王爷好一片 悲天悯人之心 不敢 本王只是不愿 新罗子民 无辜送命罢了 那如今 又该如何对待张仲坚 想必海王爷有以教我 好说 本王以为 殿下应该立刻派人 将他擒住 以免后患无穷 敢问海王爷 一旦那张仲坚身亡 或者是发生变故 新罗王位又是如何 本王为新罗王室 唯一继承人 自始由本王继位 本王保证 与大唐和平共处 求毫无犯 还请殿下放心 海王爷对清职君王尚且如此 世民又怎能放得下心呢 你 非世民不肯领情 君臣之间自有一礼 熟职之间更有亲情 海王爷拒接不顾 岂非有备偿礼 这 本王为大处着想 值得有所牺牲 只怕那新罗王位亦是原因之一 李世民 大蓝 二位将军 本王好心前来报训 你却一再试图羞辱本王 你到底是何居心 王爷请息怒 世民为人处事 但知一礼不可费 伦常不可费 既然那张仲坚是新罗国国王 王爷就应该以君臣之礼视之 无论如何 都不能背弃于他才是 哼 本王不是来听你教训 讯息本王已经带到 该怎么做 你自己斟酌 告辞 殿下 此人的话可信吗 此人虽然令人不耻 但是他说的话的确是真的 那张仲坚是新罗国王不会错 他又逐鹿中原之心 也半点不假 既然如此 敢请殿下下旨 立即将张仲坚除掉 为什么 殿下 过去单凭对张仲坚实力的评估 就判断他 极有可能是殿下 未来最难缠的对手 现在更加证实了 他是新罗国王 由一国实力 做他的坚强后盾 日后争天下之时 纵使大唐 也未必稳操胜策 何不趁此时机将他杀掉 岂非一劳永逸 确保大唐江山 不 绝不可以 殿下 他是不是新罗王又如何 未来他争不争天下又如何 我大唐天下 既然是以新人一知识而得 又岂能食言背信 失去明心而失天下 我既然远落 怕他在太原境内 永保他之安危 又怎能因厉害冲突 食言而非将他除去 他人如何看待此事 并不重要 我将如何面对自己 才是最大的问题 平通 陈在 你可以为达目的 而不择手段 而我却不能 你们都听清楚 谁要是敢加害张仲坚 就是违背了我的军令 一律 以军阀处置 二位将军以为如何 嘿 没想到那张仲坚居然是新罗王 怪不得那么大的威风 平先生 殿下以军令下达 明令我们不得加害于他 实在是 殿下身为秦王 自然事有些话不便说 有些事不能做 可是我们身为人臣 应该为殿下分有解牢 二位放心 殿下在此事之后 定会安排那张仲坚 来府中谈话 到时 我们再趁机把张仲坚杀掉 事后再向殿下请罪 什么 海王爷 小姐 没想到他们找到太原来了 平姑娘 殿下反应如何 殿下不但不领情 反而羞辱他一番 将他气走了 殿下果然不同 只是 如何 我爹他们还是想趁机除掉张庄主 哦 殿下又怎么说呢 殿下以军令严格规定 不得加害于张庄主 那就好 红福姑娘 不是小童多心 我爹为人心性 我最了解 为了殿下的虔诚 他宁可违抗军令 也会设法杀害张庄主的 啊 他打算怎么做 这一点 小童就不知道了 不过一旦殿下 由庄主来府中 恐怕就有危险了 红福姑娘 最好快去警告庄主 以免中了圈套 多谢平姑娘示警 只是 此事全由令尊计划安排 你又怎么会 家府的见解作为 未必全对 可是 我大哥与平姑娘并无交情 平姑娘又何必冒险示警呢 小童并不是为了张庄主 而是为了李公子 和红福姑娘 哦 什么意思 家府这么做 不止为了秦王殿下 同时 也是为了我 平姑娘 这两者全无关系 暗中 却有牵连 哦 小童心也李公子 早已不是秘密 那还要说 秦王府里谁不知道 朱儿 家府对此事 不但知晓 而且也一力促成 倘若杀了张庄主 红福姑娘兄弟情深 势必不会留在府中 而李公子 帮蒙殿下器重 也不会走 趁此其间 家府再向秦王求情 为我与李公子成婚 看在秦王面上 公子想必不好推脱 如此一来 可就如了小童的心愿了 既然如此 你何必来呢 一计行事 你就可以如愿了 红福姑娘 小童岂会如此无知 此话怎讲 家府千算万算 却永远算不出真情二次 就算真如家府所想 杀了张庄主 红福姑娘 也的确不会留在府中 不错 到那个时候 秦王府跟红福 就有杀凶之仇了 至于李公子 依你看 李公子会怎么样 李公子与红福姑娘 情深义重 李公子绝对不会 留在秦王府 纵使不知反目成仇 但却也绝不会 尽视前嫌 如果公子 不如姑娘所想 反而留在秦王府 视若无睹呢 红福姑娘 倘若果真如此 这种无情无业之徒 小童又要她何用 小童姑娘好见解 总而言之 对于家府的做法 非但与小童无异 对于殿下而言 也只会使成仙二字 遭人非议 固然小童认为 必须将此事告知于 红福姑娘 也好防范于未然 只是如此一来 姑娘就有违复命 该如何交代呢 红福姑娘 小童对国家大事 天下争雄局面 早已厌烦 小童只是寻常女子 自该过这些寻常的生活 小童已经决定 返回乡下老家 陪伴家族 也好让老人家的生活 有所寄托 难道 凭姑娘对李公子 就毫无顾恋之情吗 红福姑娘 若是他人问我 小童会有话可说 唯独红福姑娘问我 小童却无言以对 看来 你对他仍难忘情 人非太上 孰能忘情 李公子人中龙凤 是世间女子 梦寐以求的对象 可是他心中 却只有红福姑娘一人 这一点 是永远无法改变的 小童有自知之明 自然也不敢奢求 只希望李公子平安无事 与红福姑娘白头偕老 只要心中 还不忘有个平小童 小童就心满意足了 至于小童去处为何 下场如何 小童自有小童的命运 不敢有劳公子 和红福姑娘费心了 平姑娘 事不宜迟 迟则生辩 还请红福姑娘 尽快将此事 告诉于张庄主 提早有所准备 平姑娘 多谢了 红福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李世民已经知道 大哥真实身份了 怎么会呢 千真万确 是海王爷告诉他的 那李世民是如何反应 那李世民倒好 平同他们得知之后 想杀了大哥 已决后患 却被李世民阻止了 好 这李世民 的确有王者风范 手下们 也的确是忠心护主 坐 大哥 眼见危机就到 你怎么反而夸赞起他们了 我说的都是事实 至于危险 你不是说李世民 已经阻止他们了吗 不错 李世民甚至搬下军令 绝对不能伤害大哥 哦 他们打算怎么做 他们想利用大哥 前往秦王府 赴秦王之约时 四季加害 哦 赴什么约啊 秦王在得知此事之后 必会请大哥前往一谈 那时候 就是他们可乘之机 李世民已知陛下身份 海王爷又近在咫尺 请陛下即刻启程 以保安全 相国可是要本王避开啊 不 老臣是想请陛下即刻返回新罗 整军出发 相国 我们早已言伤过了 新兵与否的问题 如今你所谈的事 与此事并无关联了 那陛下 至少先离开太原 较为统罢 不 本王坚信 李世民会言而有信 不伤本王封好 可是海王爷 处心积虑 想要暗害陛下 那么逃离太原 便能够逃离王叔吗 如此一来 要逃到何时 新罗王的颜面 尚有何存呢 陛下 倘若王叔果然追到太原 就由他来吧 反正这一战 是迟早的事 可是陛下又伤在身 那么在太原境内 有李世民在 王叔也未必就敢造次 如此岂非反到安全 这 相国 非是本王想要仰仗秦王之事 只是此时 倘若说走就走 未免显得太过贪生怕死 就算要走 也得见过秦王之后再走 陛下 秦王派人前来 请陛下过府一叙 好 果真来了 陛下万万不能前去 为什么 陛下既然已经知道 平通等人有心陷害 陛下又何必自投罗网呢 有冰儿在 谁敢动本王 陛下 倘若海王爷与秦王合作 那么 那倒不会 听说秦王当场羞辱了他 他怠怒而去 李当不会合作的 可是 红府姑娘 相国 堂堂新罗国王 倘若连这点胆势都没有 如何服众 更遑论逐鹿中原 这 无论如何 本王非去不可 相国就在钱庄之内专心等候 本王要再会一会那秦王李世民 殿下 那张仲坚身份已然泄露 他还敢来吗 有何不敢 此地并非龙潭虎穴 亦没有他的对头仇家 本王只是请他过府一叙 腰之以理 自然无虑 陛下 他分明是有意跟咱们大唐争天下的意思 难道他理之气壮不成 何谓大唐天下 如今群雄尽出 天下纷乱 鹿死谁手还未见分晓 那还用说吗 除了大唐之外 谁也不想统一天下 御时将军 所谓交兵必败 千万不可轻敌 殿下何必长他人志气 面咱们自己的威风呢 大唐一统天下的志气固不可少 但万万不可自恃过高 须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兴罗国虽远在东方 也非大国 但单凭那张仲坚个人气势看来 绝非一语之辈 若不是殿下交代 我非修理他一番不可 也好让他见识咱们大唐的威风 怎么 你忘了那林兵了吗 你 好了两位 稍后贵客到时 不可失礼 是 启禀殿下 张庄主到 殿下 堂堂一国之君光领我秦王府 未曾远迎多有得罪 殿下传诏 不知有何见教 只是市民不知 如今又该如何称呼才好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万变不如不变 殿下何不仍以庄主称呼 既可免落俗套 又不显得生疏 不知殿下以为如何 好 庄主果然平易近人 爽朗豪迈 那么市民就僭越了 殿下尽管请便 只是我所要谈之事 牵扯太广 影响太大 还请随行之人 暂且闭下 那有何妨 嗯 你们都退下 是 冰儿 冰儿在 你也退下吧 冰儿奉命确保庄主安全 不敢稍有闪失 没事 此地安全得很 请恕冰儿为了你 庄主安全实在重于一切 此地有殿下在 你大可放心 冰儿不放心的 正是殿下身边这几位 丫头 你不要目中无人 毫无礼教 你们若是不存心害庄主 林兵自然以礼相待 林姑娘 真可空苦无凭 认为我们有加害庄主之心呢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 好了 林姑娘 赤明愿以性命担保 庄主毫髮无损 一看如何 殿下言重了 冰儿 是 有殿下这句话 林兵的确放心 三位 请 庄主 庄主手下这位林兵姑娘 果然犀利 冰儿年轻 不知轻重 失礼之处 殿下修拐 庄主 客气了 有林姑娘如此大将 胜过十万雄兵 想必庄主身边 另有不少能人异事 殿下 你我之间要谈的事 可是已经开始了 失明失礼了 失明本无打探 庄主实力之意 请庄主千万不要误会 不敢 就算殿下有心打探 只怕野蛮如愿 这又是何故呢 在你我二人 尚未开诚布公之前 彼此之间 有多少话 又是真实无虚的呢 不错 庄主果然 深明各中道理 既然如此 你我何不 开诚布公的谈上一谈 殿下既然有心 在下自当配合 好 那么你我先以 诚信二字为本 各问对方三问 如何 如此甚好 就请殿下先问吧 嗯 那么世民就不客气了 赶问庄主 星罗有多少兵力 令庄主又如此自信 进兵中原 在下实话实说 星罗有精兵二十万 后备十万 总计兵力三十万有余 竟有如此之重 已知大唐四十万大军 却未见有何优势可以 庄主果然消息灵通 是明知第二问世 庄主打算何时进兵 在下原本打算 一旦中原的军情明星 打探清楚之后 即可进兵 如今 如今如何 如今 在下人仍在太远 何时反国 尚属未知 倘若一切不变 在下反国之时 便是出兵之日 嗯 这第三问 敢问庄主 如何才能修兵不战 而与中原和平并存 这 殿下此问 在下颇难回答 倘若此时脱口而出 日后无法自圆其说 岂不有备你我诚信原子 这倒也是 那么世民 暂且将这第三问保留 如今请庄主发问 请问殿下 大唐一统中原 胜算有多少 非是世民自花 十成八九 嗯 殿下果然自信满满 世民所答 有凭有据 绝非是信口回答 或者是自我膨胀之说 哦 如今天下 以唐正二家分庭抗礼 那王世聪实力如何 世民心知肚明 胜负早定 这是时间迟早罢了 只要没有任何外力介入 哼 世民有把握 在两年之内破敌王政 令我大唐一统天下 好 在下这第二问是 令尊虽说春秋正盛 然而百年之后 唐家大业当属令兄建成 不知殿下可有机会 登金殿 坐龙位 即令尊而主大唐 成绩大位 自有体质 世民岂敢另有异心 在下告辞 且拜 殿下还有话要说 庄主因何故而突然告辞 殿下言不由衷 又为你我诚信原则 在下以为早已无谈下去的必要 庄主果非凡人 世民知罪 定当实话实说 请庄主为师原问 世民绝不再犯 好 如此才没有失去我们开诚布公的本意 请殿下回答我的第二问 此事 世民从未对人提醒过 没想到庄主心细至此 世民只有据实回答 世民非但有心 亦有绝对的把握 继承大唐帝位 好 不论用什么方法 过程如何 有此结论 你不枉费在下这疑问 庄主疑问强过疑问 朕不知道这第三问 世民是否答得出来 殿下放心 在下这第三问 殿下答来轻松 却不可轻易作答 这又为何 只因这第三问 只因这第三问 殿下答出便是承诺 一旦违反 便有亡国之为 还望殿下撕之再三 请问殿下 一旦登记为地 内政外交打算如何 庄主这一问 看似一答 其实最难 不错 不过殿下只需回答 原则即可 无需一一具体作答 好 世民如此作答 对内 世民定当 除科证 报证 以百姓扶子为衣归 开大唐盛事 嗯 以殿下人后之心 在下信得过 嗯 对外 西方北方 多有外邦侵犯 世民绝不妥协 定当请尽全力 凭边乱 进而扩张版图 唯独 对兴罗 如何 倘若庄主 不禁兵侵犯中原 世民愿与 庄主永结同盟 互不侵犯 不知这三答 庄主是否满意 殿下据实回答 在下当然满意 不过 殿下的第三问 在下只有先欠着了 哼 好说 只要庄主不忘这一答就好了 在下定会有所交代 如今三问已毙 不知庄主可还有话说 当然 殿下在知悉在下身份目的之后 可曾想过 将在下杀之 以除后患 世民承诺在先 又岂能自毁承诺 做那背信之人呢 看来在下没有看错殿下 然而世民手下 的确有此建议 不过世民已下达军令 不得伤害庄主 否则军法成处 如此说来 殿下已经救过在下一命了 世民不敢鞠躬 其实就算他们想要不利于庄主 那灵兵姑娘也不会让他们如愿的 话虽如此 殿下仁义之风 仍是令人钦佩 好说 不过 今日殿下放过在下 他日却又将场相见 岂不是殿下的损失吗 至少 多了个竞争天下的对手 天下者 天下人之天下 唯有德者得之 倘若有朝一日 战场兵戎相见 也只有各凭本事互争长短 殿下宁可日后增添麻烦 也不愿背信忘义 更是令人佩服 这个人真够奇怪的 他站那一动也不动 像个假人似的 从这点可以看得出来 人家是吃苦练功练出来的 你这么说 我毛毛躁躁的就这么点功夫了 这可是你讲的 我可没说 你这人不 阿博将军 阿博将军 你敢来干什么 我是担心殿下与庄主发生冲突 所以匆匆赶来 碧儿姑娘 没事吧 只要看住他们三个 自然没事 丫头 你说话不要带刺 是谁告诉你的 我们会不离于庄庄主 你们心中如何盘算 你们自己知道 姑娘再三出言不逊 若是惹到我们 对你可没好处 那又如何 那就休怪齐某人不客气了 难道你想和那位一样 丢人现眼吗 臭丫头 我跟你拼了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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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这个丫头 好 你